大家好,下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那我的题目是开源点燃未来,高校参与开源的价值,那我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王伟,也是XLAV开放实验室的创始人。 我这边在学校里面主要做两个方面的研究,一个是在线教育,那我们主要是有一个水上在线,水上online这样的一个在线系统,那第二个实际上是开源相关的一些研究,那这两个方向实际上和我们的开源都是非常有关的, 对,水上在线是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开源组件我们用到,而且我们也会把我们里面所用到的一些模块给它开源化,第二个实际上是我们对开源研究更深入的一个内容, 实际上是基于开源的一些行为数据,做开源一些协作的一些相关研究,那我今天主要是分享我们是怎么样带着我们的高校同学去参与这样两件事情的, 对,然后呢在通过开源的方式去培养我们的人才,那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做开源的一个非常的一个初心吧,对,实际上左边呢是我们做的一个在线学习平台,对,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随着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在线的一个工具的一些使用,对,那 那数字化转型呢实际上也是在教育领域里面会有非常多的一个体现,对,那我们学校呢实际上是师范的学校嘛,对,那本身我们会用技术去和教育做一个深度的结合,对,那我们就做了一个平台叫做水上在线,水上online,那简单来说呢,这个水上在线呢是做一个老师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去制作在线的一些课程, 对,那这个课程资源呢其实种类还是挺多的,有视频,有时讯,有练习,有像那个在线评测,对,还有项目协作等等方面,对,那我们可以把这些不同的模块给它组合在一起,对,那就可以形成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一个,一个,呃, 开放的这种在线学习资源的一个共享的平台,对,那因为现在的这些在线平台呢,它都是云原生的,对吧,Cloud Native,对,所以说呢我们在做这样一个平台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用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开源的一些组件,对,特别是,呃,和云计算云原生相关的,对, 对,包括像Kubernetes呀,对,包括像那个,呃,Promicius呀,这样的一些,一些工具,对,所以说呢在这过程里面呢,实际上我们会接触到非常多的一些,开源的一些,一些相关的一些组件,对,那这个呢实际上也是我们,呃,接触开源的一个,呃,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对,那我们呢实际上除了开源技术以外,对,那我们真正 接触开源社区的时候,实际上是,呃,2017年,对,那2017年呢实际上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呃,中国的一些社区的一些活动,对,那实际上是,呃,我记得比较清楚,就是17年时候,对,那中国开源年会,对,在我们的一个,呃,在我们的交大举行,当时呢就是我和我,我们实验室的同学其实就,呃,深度的参与这个活动,然后呢看着我们的一个,呃,在我们的交大举行,当时呢就是我和我,我们实验室的同学其实就,呃,深度的参与这个活动, 看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呃,社区的一些,一些,呃,开发者,对,各种各样的,对,还有一些,呃,步道者呀,还有一些manager呀,对,那觉得非常有意思,对,那接下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我们基本上开始在自己的学校里面去办类似这样的一些开源活动,对,包括每年,对,每年的中国开源年会我们都参加了,对,那特别是19年的时候, 我们参加的活动其实非常丰富,对,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参加了CubeCon,对,实际上也是,呃,我们第一次参加类似这样的一个,呃,一个国际性的一个社区活动,对,但是看到了一些非常多的,平时在一些文章报道里面看到的一些,一些一些人,对,那在8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还参加了Cost Cup,对,那实际上就是我们,呃,台湾的,呃,开源活动, 对,印象非常深刻,对,就是非常有意思,对,那19年11月份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把那个我们的中文开源年会,呃,拉到了我自己所在的大学来举办,对,那我们知道在2000年的时候,那有了新冠,对,那在这个新冠期间呢,对,正好我们也是想我们, 嗯,我们开发者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对,那当时我们实验室的有一个同学叫做Frank,对,那当时呢,我们一起,呃,一起联合发起了一个开源项目叫做5花2020,实际上就是,呃,通过构建一个在线分享平台,来传递我们对疫情的这样一个资源, 对,对,那当时呢,这个项目其实也是,嗯,非常有吸引力,对,甚至,呃,前前后后参加的资源者,还有开发者,大概有,呃,四千多名这样一个规模,对,当时也是我们,非常的,令我们非常震惊,就是开源了这样一种力量, 对,那两千年的时候,我们就发布我们实验室在开源行为数据这一块的一些分析的一些成果,对,那我们第一次,就是发布了Github2019的这个数字联报,对,实际上就是分析我们Github上面的所有这些开发者的这些行为数据,对,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到今天,成为我们实验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对,我们一会会,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的, 对,那在两千年的接下来,其实也有非常多的一些事情,对,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开源其实在,呃,中国这边其实就开始越来越热了,对,各种各样的一些,一些,那个开源的希望相关活动,对,不光是研究的,还有教育的,对,大家都在积极的在开展,对,2001年的实际上也是我们一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年份,对, 那这个年呢,其实中国的整个开源的氛围也是得到了长足的一个发展,对,那首先呢,是我们把我们的Github年报这样一件事情做成了一个开源项目,对,基本上就是每年都会去发布这样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事情,对,还有中国的开源发展蓝皮书,对,基本上我们也是用我们的开源数据提供了一些支撑, 对,那我自己所在的学校其实也开设了研究生课程,对,偏软件开发,还有社区治理,对,那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第一个基金会,对,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也在2021年所成立了,对,那我本人呢,其实也参与了开源标准的一些,制定的一些工作,对, 还有我们的中国开源教育研讨会,对,也是我所在的学校,包括我本人来一起一起发起的,对,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像CCF的一些开源的一些一些峰会呀,以及走进企业,对,当时也是走进知乎,对,然后和很多的一些企业界的一些人士聊了一些开源的一些内容,对,那其他的就是,嗯,包括阿里呀, 包括木兰呀,对,其实国内在开源这一块的一些活动,实际上已经开始越来越丰富了,对,那2002年今年,其实就更是如此,对,那这里呢,其实也是我们,我和我实验室的同学,在参与一些重要活动时候的留下来的一些照片,对,实际上也是深深的吸引着我们,对,这是19年的时候, 那个主文开源联会,来到我们华东生发大学所召开,对,2021年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中国开源联会,对,也是,我们整个实验室的其实都非常积极踊跃的参加了,对,2020年的时候,我们发起的武汉2020这样一个项目,对,当时我们把整个GitHub上面的数据可视化出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开发者和我们的协作者,对,我们实验室的同学基本上很多都在里面, 对,那今年的三月份,对,也是我们和阿里还有蚂蚁的OSPO的同学们,对,实际上也是一起去做了一些交流相关的一些活动,对,也是取得非常多的一些,一些有意思的一些启发,对,那我们实验室呢,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我们本身会去做开源方向的一些研究, 对,所以说呢,我不仅仅是会接触很多的一些开源技术,对,我们会去做开源一些研究,对,那因为我所来自的学校呢,是,是一个数据学院,对,所以说呢,我们会,会从数据的角度去研究开源,对,所以说我们,我们实验室呢,其实有一套非常完善的,那个 开源的一个数据基础设施,对,从开源数据的采集,对,开源数据存储,到处理计算,以及它上面的一些不同的一些,一些数据的一些产品,对,其实都体现了我们对开源的这样一个理解和推动,对,那实际上这样一个研究呢,实际上也是需要一个非常跨专业的这样一个能力,对,那这里呢,其实是我们所接触到的最重要的三个, 一个是开源软件,对吧,这个是,就是开源本身的,对,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数据工程,对,就是因为我们会从数据的角度来去研究开源嘛,对,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会通过,比如说Github上面的行为认识,我们会去发现谁,什么时间,在上面做了些什么事情,达到了什么效果,对,实际上就是通过这种数据分析的方式,来去做这种开源的研究,对,那第三块呢,还有一块,实际上就是商业分析,对,就是, 你在做这个数据分析的时候,实际上你是需要从业务的视角去做,对,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会用到一些商业分析的一些工具,对,那有了这些工具以后呢,可以更加深的,对,我们的开源软件上面的这些,特别是社区里面的一些行为,去做一些分析,包括一些组织行为,包括一些激励机制,对, 包括开源社区里面的一些社会现象,经济现象,对,其实都是可以去做的,对,那这里呢,实际上是,就是我前面所提到的,我们通过,那个做一些分析挖掘,然后来做一些可视化的一些,一些内容的一些作品,对,那第一个呢,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开源竞品大品,对,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在开源呢,实际上已经是一个默认的,特别是作为技术设施的一个开发方式了,对吧, 今天很多的一些,像人工智能呀,数据库呀,都是用开源的方式来构建,对,那同样一个,一个领域的,呃,开源组件,其实有非常多的几个竞品,对,那我们这个大品,其实就是去分析,比如说我们想去看深度学习这个领域里面,对吧,像TensorFlow呀,PyTorch呀,MXLAT呀,对,那这些项目发展的怎么样,对,我们可以把这些项目的数据拉出来,我们可以看它的活跃度, 可以看它的影响力,可以看他们之间的PR issue的一些情况,可以看他们的一些协作者的一些关系,对,进而让我们可以去洞察,哎,这些项目,他们的一些发展态势,对,再比如说我们每一个组织下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开源项目,对,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统一来去管理,去追踪我们这些项目的一些状态,对, 所以说我们又开发了那个数据治理大屏,对,那比如说我们XLab旗下的,对,我们XLab旗下的大概有40多个仓库或者是项目吧,对,那有的项目呢,其实是非常活跃的,有的项目呢,可能也是因为一些原因,可能它也不再活跃了,对,我们把这些项目的一些状态都拉出来, 这样的话,方便我们的管理者去更好的去看它,对,还有我们这些项目的一些license的一些情况呀,我们的一些那个贡献者的一些状态呀,对,也是一样的,对,那下面几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发了一些报告了,对,那我们从2019年开始,每年都会发一个GitHub上面的一个数字化动潮报告,对,那这个呢,实际上要比那个GitHub的官方的报告,其实要更加详细,对,我们会发一个GitHub上面的一个数字化动潮报告,对,那这个呢,实际上要比那个GitHub的官方的报告,其实要更加详细,对,我们会发一个GitHub上面的一个数字化动潮报告,对,那这个呢,实 分析非常多的一些数字上的一些内容,分析它的人,分析市,分析社区,分析企业,分析里面的一些自动化的一些东西,等等,对,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对,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对,那我们还做了一些专题,比如说中国开源马力版,对,就是我们把中国最活跃的一批开发者给它识别出来了,然后呢,去讹队,对,然后呢,实际上就是, 非常鲜行的,对,对,这些开发者表示感谢,对,那起到了推动我们这种开源文化的这种发展的这样一个效果,对,还有这种全域的,那个GitHub的仓库的这种可视化,对,OpenGalaxy,对,还有这种甚至这种商维形式的,对,这个呢,其实都是有了数据以后,其实可以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对,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 方式去,去观测太原里面的一些方方面面,对,那这个作品呢,非常有意思,这个作品呢,实际上是我们做的一个,一个 Leadboard,对,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们做了几个指标,对,特别是项目的活跃度,那个项目的影响力,对,并且呢,也是可以放到我们的开发者身上,对,那通过这样一个OpenLeadboard呢,我们可以,这个OpenLeadboard呢,是每个月, 我们可以发布一次,对,我们可以通过它可以去看目前国外的公司排名,国外的全球的这种项目排名,以及中国的这种企业排名,还有那个开发者排名,还有项目排名,等等,对,那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也可以去看到整个,嗯, 开源生态里面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态势,对,那 起到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去对我们的开源的一些贡献,去做一些统计,对吧,然后呢,激励大家去更好的去,为我们的这些社区里面去做贡献, 对,那如果说刚才的那个还是一个相对宏观的,对,那我们另外一个项目,我们叫做HyperClicks,这样一个开源项目,对,实际上是从微观的,它实际上是一个Chrome的一个插件,对,就是你装了这个插件以后,你在访问Github上的任意一个仓库的时候,你可以多出来一些额外的一些信息,对,比如说你在打开, 我们这个HyperChrome的这样一个插件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多出来一个,一个你的这个项目的活跃度和影响力的一个图,对,你还会多出来,包括你的开发者的这个贡献图,还有你的开发者的这种协作关系,还有开发者的协作关系网,以及你的项目之间的协作关系网,对,那你还可以点击这些,你协作,你不同和你项目相互协作的这些项目进行跳转,对,实际上就有点像在, Github的这个世界里面去冲浪,从一个项目跳到另一个项目,对,那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有趣的,对,那如果把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其他的一些信息,也可以放到这里面来,实际上它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开发社区的一个数据看板,可以更好的让开发者,包括Manager,来去做开发社区的运营这样一件事情,对,那这个呢,我们也是在 不断的开发当中,对,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加入我们,对,那通过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实际上我们也起到了非常好的开业人才的培养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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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效果,对,那实际上呢,我们这两年,我们鼓励我们的同学,去参与到一些开源活动里面去,对,那我们知道的像 谷歌Sum of Code,对吧,最著名的,对,那除了这个以外,那我们知道,其实最近这几年在国内的话,也有好几个这种暑期变成,开源变成项目,包括像那个中科医院的点亮计划,包括那个阿里巴巴本身也在做阿里巴巴的Sum of Code今年开始,对,还有像CCF的,对,那我们其实有,已经有十余次的人员参与到自己活动里面去,对, 有的同学呢,可能前一年参与第二年,他就成为了一个,一个导师,而且呢,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前面的项目,呃,送到这些活动里面去,作为一个,一个候选项目,对,比如说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个,呃, iPhone的这样一个插件,对吧,也是,哎,我们也是把它作为一个项目,拿出来,大家可以去,去选,对,这样的话呢,实际上, 不仅仅是对我们这个项目有帮助,同时呢,也是为我们的整个,呃,同学提供了这样一个好,很好的这样一个,一个平台,对,那大家可以更好的去,做这种开源上的一些,一些协作了,对,那最后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还是,特别有意思的,我们想,想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对,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做开源, 行为数据的一些分析嘛,对,那在开源行为数据的分析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应用场景,就是贡献者的,这种,评估和统计,对吧,其实我们是,呃,挺希望去知道,哎,在这个项目里面呢,究竟谁贡献了多少,对吧,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不仅仅可以给这些,呃, 贡献者做排名,甚至还可以给他去做一些激励激致,对,所以说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我们自己实验室发起了一个项目,叫做XSoci,对,实际上就是XLab Season of Open Source Internship,对,就是在鼓励我们的同学,把我们的工作和学习的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放在诸如Github这样的平台上的过程当中,对,那有了这个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每个月就去统计,对,那这个呢, 那三张图实际上是我们六月份,我们六月份XLab这些,比如说我们六月份XLab旗下的所有的项目的排行榜,对,因为跟,因为我们有全运数据嘛,所以说呢,我们会根据全运数据去计算,这些不同的项目在整个Github的生态当中,它的一个,一个,一个影响力的数值,对,那排名第一的就是一个层次一个,open source devgov的一个,一个,这是一个课程项目,对, 对,实际上是正好是这学期六月份,节课,对,那同学们在这个项目下面呢,去提交作业,去协作,去交作业,去完成项目,对,所以说使得它这个月的,这个影响力的值,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对,open rank呢,可以简单理为,可以简单的理解,就是, 基于,基于项目之间的协作关系,对,我们,给它去,跑的一个,类似,page rank的这样一个算法,对,结果呢,实际上就是,可以去,认为,分支越高的,这个,项目的,影响力就越大,对,那,它实际上是一个这样的,对,那,除了那个,对,项目是可以去做,这种影响力的计算, 我们对开发者,同样,也是可以做影响力的计算,对,同样,我们六月份,也是,呃,计算,那,我们参与这个活动的,所有开发者的一个, 一个影响力的数值,对,那,我是排到第一,对,因为我是,这个月,当时也是,呃,做了非常多的一些,不光是一些内容上的一些贡献, 还有很多的一些协调上的事情,比如说,通过issue啊,回复呀,这些,这些方式,还有这种review的方式,去,去做了,对, 还有其他的同学,也是,也是这么去做的,对,那,下面还一张图,还一张图呢,实际上是我们所有的这些项目, 所有这些项目,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组织的,对,这个组织的影响力,它在过去这几个月的一个,一个,呃,一个,一个趋势吧,对,六月份实际上是最高的,对,前面几个月呢,实际上是, 是要,要,要弱一些,对,那,到了七月份,也许更高一点,也许差一点,对,实际上呢,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鼓励我们的同学,都在,呃,gethub上去活跃,都在我们组织下面的这些,开业项目上面去,去活跃, 这进而提高你自己的,这个,这个影响力,对,那我们呢,会把我们,实验室的一些, 比如说,助研费呀,对吧,或者是一些,礼品呀,去,作为一个激励机制, 然后呢,返回给我们的同学,对,那,当然还有我,我自己,对,那,如果这套东西能够,能够非常好的run起来, 并且能够有更多的一些社区和项目,加入到这个里面来,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对,实际上就是, 可以成为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真的,对吧,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社区, 来获得我们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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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报酬,一个激励,对,进而呢,可以让这个社区更好的去,去,去做好, 对,当然这个,激励分配的这些经费怎么来,对,那其实也有非常多的方式, 可以通过企业的方式,对吧,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呃,这个项目产生的一些价值, 甚至是一些商业价值,来去获取,对,那实际上就是,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一个经济体系了, 对,那这样事情呢,实际上我们为什么把它称之为一个,一个社会实验, 对,那我们,我们觉得其实高校呢,实际上是非常适合做,类似这样的一个,一些,一些事情的, 对,那好,那说了这么多呢,就是,最后呢,我们做个广告,对,就是,如果对我们, 所提到的这些内容,比较感兴趣的,对,不光是我们前面的这些开源项目, 特别是我们最后的这些分配,那个,基于这种贡献度的分配激励, 对,大家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的GitHub上面的家,对吧,来,来和我们去沟通, 对,我们基本上,呃,因为有了那样一个分配激励的这样一个社会实验, 对,我们现在整个实验室在做的事情,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是把我们平时日常的一些和生活学习相关的事情, 全部给他GitHub化,比如说我们平时的一些课程的学习过程,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读书分享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组会过程, 论文阅读过程,我们全部都是在我们的GitHub上开展的, 对,比如说我们,呃,我们的组会,对, 对,我们基本上都是通过GitHub上的Essue来进行,来进行运行的, 对,那首先我们,呃,为我们下个月要,要开的这个组会, 开个Essue,对,要分享的论文也都是留存在我们的GitHub上面, 对,那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写的一些读后感, 写的一些,那个分享小节也都是在,呃,仓库里面, 对,这样的话呢,所有的这些贡献,不光是可见, 而且是都是在每个月的计算过程当中会算到我们的贡献度里面去的, 对,这样的话呢,又可以给我们的同学的开源的这样子一个参与感, 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激励的作用, 对,所以说呢,也是欢迎大家来,对,我们的网址就是这个, 对,那我们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对,我们也会, 分享我们平时的一些心得,还有一些,呃,相对学术一点的一些, 一些一些一些想法吧,对,包括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我们怎么样去计算我们的活跃度, 怎么样去计算我们项目的这些影响力,对,这些算法, 我们也都会放在我们的那个公众号里面,对, 然后大家一起来去做交流,对,那简单来说呢, 其实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呀,对,这个也是回到我们,呃, 今天分享的这个题目,对,就是,嗯,我们带着大家去做一些开源里面的一些创新的事情, 对,来推动整个开源的这些发展,对,特别是我们通过数据的方式, 对,因为我们是相信开源这件事情的,对,相信开源是会成为未来, 特别是软件行业的一些,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协作模式, 而且不仅仅是在软件行业,对,特别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数字化锐容生产, 对,我个人也是非常相信,以后都是会朝着开源的方式去走, 对,那开源的生产是一方面,那开源的回报,对,也是一个方面, 对,因为只有有了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闭环, 我们才能够更加激励大家能够去做开源,对,包括我们的经济体系开源的, 对,包括我们现在也是比较流行的,像COS,对吧, Communery Open Source Software,对,商业开源软件,对, 它本身可以有巨大的这种商业上的这种价值, 能够去做一些startup,对,那企业通过利用开源去做商业化, 同时呢,又把获得的这些资源回馈到那个社区里面去, 然后呢,又通过类似我们这样的一些算法分配给到开发者, 对,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体系, 对,那包括你们一些社会的一些,一些社会的一些现象, 社会的一些规律,对,其实包括一些管理上的一些内容, 其实都是可以在我们社区里面体现,对,那这一点上呢, 我们在平时的一些基于数据的这些工作里面, 其实都是可以看到的,那好,那非常感谢, 对,那这个呢,就是我本次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分享, 对,谢谢大家,再见。